2016年 加拿大移民总配额28万到30.5万 创下数十年的新高 其中难民和人道保护移民配额增加了10倍 达到5.1至5.7万 自由党上台的4个月内已接收安置25,000名叙利亚难民 计划年底再安置1万叙利亚难民 而今年的经济类移民配额有所降低 只有15到16万 家庭团聚类移民配额7.5至8.2万 移民顾问戴培康则认为 增加难民额度符合加拿大的传统 也没地铁 也没轮船 也没汽车 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很艰难 那么有时候还带着孩子 划着小船到处跑 他都见过历史就是这样的 他们有这样一种精神 就是这块土地 按照圣经讲的 就是给他们的上帝 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上帝 就是上帝答应给你这块 就是牛奶和蜂蜜之地 然后你到时候来什么都有 有牛奶也有蜂蜜 应许之地 比你在以前在欧洲 比过去的移民在没来加拿大之前 在欧洲要过得好 戴培康说 去年叙利亚小男孩淹死的事件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自由党上台 就是在加拿大人里面 尤其看到这个 叙利亚这个小男孩科尔蒂被在海岸线上淹死 一个土耳其的海岸警卫队员把他捡起来 加拿大人看到这种东西 他不在意他自己的利益的 他也不在意他给不给这些人社会福利的 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我能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就像当时早期的时候 那些从苏格兰 英格兰过来的 由于宗教迫害过来的这些难民 一到这 印第安人就给他们一点土豆 给他们一点玉米 给他们一个火鸡吃 他到今天的感恩节 他都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他一点没变 对于减少经济类移民 新民主党批评专员关慧珍表示 在加拿大经济停滞时 自由党没有推动经济移民 协助加拿大经济 反而减少经济类移民 令人担忧 而戴培康却不这么看 那么在1940年的时候 加拿大有沙省的政府 它就是跟沙省这个时候农业大省 他说我们不需要所谓的经济移民 就是你带很多钱来 你有很高的技术 他说我们是希望一个很和谐 很有爱心的家庭 带着很多孩子来 开发我们这片土地 我觉得政策就从这个侧面 反映出加拿大真正的精神来 他不希望你很多投资移民来 带了大笔的钱 买最好的房子 买最好的车 加拿大人看了看 看傻掉了 到哪都是用的名牌 加拿大人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戴培康认为 接收叙利亚难民 对于加拿大的经济反而有好处 在叙利亚活不下去了 然后跑到这来 他可以去打扫卫生 可以去工厂工作 可以去烧马路 可以去给别人洗车子 主要能生存下来 你叫他干嘛 他都干的 另外 移民部今年预算支出为17亿 高出去年的13亿 新增支出将用于25000名 叙利亚难民的快速安置 华人天地记者朱峰 多伦多报道